正值假日季 山寨品也從各處湧入紐約 上個月 在機場截獲到來自中國的新防茂品 另外 今年在紐瓦克機場截獲了21年來最多的可卡因 在截獲品中 有來自Aventura公司購買的中國製造零件 但該公司一直謊稱 其監控安全設備 從軟件 硬件 到成品 都是美國製造 在肯尼迪國際機場 今年共繳獲了6000個包裹 全美一半的國際郵件也都從這裡通過 來自中國的芬泰尼和其他產品 也在此非法向美國輸入 國會眾議員羅斯今年8月呼籲該機構 改善肯尼迪機場的郵件檢查系統 稱有必要截斷芬泰尼湧入 現場官員表示 紐約機場載客量和物流量持續上升 2019財年 載客2400萬次 比去年增長7% 而所有途經紐約海關的貿易商品 總市值超過2770億美元 比2018財年增長了11% 新唐人記者宇婷 奧利弗 紐約報導 gg去年距離大約1588元 館大約15 ط